手持10万的预算 既想要MPV的大空间 又想要SUV的姿态 还羡慕隔壁老王家的理想 有踩电大沙发 10万能办起吗 这什么车 电动侧发门都给你安排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吉虎考拉S 不太像MPV的SUV 吉虎考拉S的车型尺寸 设计的还是非常巧妙的 你别看它只有4500毫米的车身长度 很紧错也很好停车 但是它的轴距达到了2820毫米 堪比中型尺寸的SUV的尺寸 同时它把4个车轮 尽可能往4个角去扩 进而得到了车内非常宽敞的实用空间 吉虎考拉S应该是首个搭载 电动侧滑门的SUV 一边是电动侧滑门 另一边就是传统的荷叶式车门 怎么方便咱们怎么来 同时开启侧滑门之后 它的地台只有34厘米 同时下方这里 还有一个专门为宝宝设计的把手 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自己上下车 很明显这一次吉虎考拉S 它作为一款大空间的SUV 它的前后座椅改为了五座布局 第二排成为了一个连排大沙发 而且前排座椅上按照 家梁1米75身高跳的驾驶坐姿 这空间不比别克G28舒服太多了 当然你会问我了 人家别克G28第二排是两张独立座椅 吉虎考拉同时也可以提供 后排两张全尺寸独立座椅选择 哇 那个会更爽 来咱再回到这台五座版的吉虎考拉S车型上 配置也都更为简单一些 原先前后移动的魔方插机 也改为了固定式的这种扶手 下方还有一个USB充电口 地板中间纯屏 中间这个过道也都是非常的宽敞 咱再看一下其他的配置 中间扶手打开 有一个小的扶手 两个杯架 中间这里并不提供独立升起来的头枕 空调的位置也都比较别致 在壁住的这里 而且侧面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织布的材质 手感摸起来也都很细腻 而且像能触碰到的这些材质 也都是采用的这种 医用牙胶级的环保健康的材料 这也是几乎车型 一直在推崇的安全健康座舱的理念 除此之外 开门方式也都是比较新颖的 这种电动开启方式 头顶的这一块清几天幕 也可以去配备那种原厂的质量帘 在此前四座版车型上 比较实用的像副驾驶 可以完全折过去放平的工作台 在五座版的考拉S上也有所保留 放平之后 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平整的台面 看完了几乎考拉S最大变化的第二排 咱们来到考拉S的前排 相有余线的很多车型 都爱给你去堆那些软包的 什么皮革材料的话 几乎考拉 它采用的都是这种 很健康的织物的材质 当然在每年各大平台的 什么下策呀 这些材质环保健康排名里头 几乎的车内环境健康 也都是名列前茅的 不仅车内软包材质用的健康 而且像它的空调 也都是带杀菌功能 浅色的内饰还是比较耐看的 说回我的驾驶坐姿 方向盘也采用了这种 北汽经典的 燕尾造型的方向盘 多功能按键 同时前方仪表 以及中控屏 也都采用了这种白色的浅包边 让整车看起来 这种感觉还是很新颖的 前方主意表的尺寸是10.25英寸 中控屏的尺寸是14.6英寸 整体UI界面 也都是几乎多年打磨的这一套 很好上手 而且它还有全景影像 等等等等这些功能 中部导台的变化 还是比较大的 取消了手机的无线充电 换成了一个 类似于小茶机式的 这种置物平台 还有这种防滑胶垫 两个背架 同时以往中间打开 那个压缩机的冰箱 也换成了 这种非常大的置物空间 哇 压梁基本上 整个小臂掏下去了 而且前方这一块位置 就是你们看不到的 前方这一块位置 也有掏空 也是做了两层的置物空间 再说回我的驾驶坐姿 首先座椅的支撑性 还是很足的 主驾驶座椅 是支持六项角度电动调节 同时副驾驶是手动调节 不过从这些基础配置来看 也能猜到 几乎考拉S这台车 售价不会太贵 咱们再来注意几处细节 就是现在很多大屏 极简内饰的车机 它都会去忽略一些 很实用的实体开关 但是几乎考拉S车型上 依旧有所保留 比如灯光的开关 以及电子手刹的释放按键 都有保留 而看门板这边呢 这里还给了后门的电子儿童锁 一般带娃家庭的话 这个东西是真的特别实用 咱们传统的车型 就要拿那个手扣钥匙 去后门那里 手动开启或者关闭 而这个电子儿童锁 用起来真的是特别方便 来给个特写 几乎考拉S SUV 咱俩往车尾来看 电动后备箱 开启之后 它的地台 如果说作为SUV来说 它的地台是非常低的 目前大家看到 它的标准的行李箱容积 是410升 非常的规整 地台很低 开口很敞亮 而且它的后排靠背 还值四六分的比例 放倒 放倒之后还是很平的 但是它存在一个明显的台阶 如果说它不存在这个台阶 或者用什么气垫 给它填平的话 就这众身 作为一台户外露营的床车 都是没有问题的 躺在后排会非常的舒服 再来看一下它的地台下方 给了一个非常宽敞 很深的下层的置物空间 能放不少东西呢 好 这就是几乎考拉S 后备箱的表现 动力方面 这一次几乎考拉S 依旧搭载了 120千瓦 240牛米的前置 驱动电机 带动这台车 动力是完全足够用的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10万级的电车 给你用的电机还不到100千瓦呢 而且还标配了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续航可达到500公里 同时还配备了L2级的辅助驾驶 也大大拓展了它的出行半径 整体的驾驶质感也不错 虽然采用了厚扭力量质悬架 但整体的路感 以及驾驶质感的反馈也都不错 而且还能在车机屏幕内 无极的自定义选择 它的油门的灵敏度 以及动能回收的力度 关于吉虎考拉系列车型 更多的深度试驾 制驾以及续航的评测内容 欢迎在佳良的主页搜索 吉虎考拉 好 这又是本期佳良 为大家带来的吉虎考拉S 所以手持10万多的预算 想要一款大空间 长续航 满足家庭化的用车需求 那么吉虎考拉S 的确是一款可以考虑的车型 好 这又是本期佳良实测全部内容 我是佳良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新车 好 这又是本期佳良